不過你會發現 它加了式 格式是自動跑到文字 自動幫你改成文字 所以它對齊會跑到左邊 原來是數字 是在右邊 這個就是所謂的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是自動幫你判斷 OK 把它向下填滿 這看起來怪怪的 放中間好了 好 性別 性別也是一樣 性別的話是要取什麼 身分制的第二碼 當然如果你要一次做到位不太容易的話 你可以分兩階段 因為你可能知道 第一個我要取得第二碼 第二個的話 第二碼如果我是 一就是男生 反之就是女 OK 所以你可以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的話你可以怎樣 先插入函數 那怎麼取得第二個字呢 當然你用laps 不行 用right 不行 那只好用哪一個呢 用那個文字裡面有個什麼 叫mid mid mid這一個有沒有 這個意思就是 它的文字也不是從頭 也不是從尾巴 是在中間 如果是在中間的話 那你就用這一個OK 然後怎麼做呢 但是這問題會多一點點 它的頭 它的問你說 你的文字在哪邊 然後呢 你的 要幾個字 這個是star star number 意思是說 你從第幾個字 然後從第二個字 有沒有 這個的第二個字 要幾個字 要一個字 所以這個是star 是從哪一個字開始 這個是取幾個字 那從這個身分字號裡面 你就取得1 不過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1是數字還是文字 有沒有 文字喔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文字 所以它產生出來的也是一個文字 那這個很重要喔 因為你等一下判斷的時候 你不要就給它一個1 而是要給它一個1 但是前後要加雙引號喔 OK 如果沒有加那個雙引號的結果 就不一樣了 雖然看起來好像一樣 但是結果一定是不同 按確定 好 D接罐就有了 所以你向下填滿 當然它就是 有1有2嘛 然後再把它剪下來 所以以後 你們再產生一個很隱藏的公式的時候 就不用擔心了 反正你就拆解 那很多事情喔 特別是也是一樣 VBA也是一樣拆解 你不要說全部通通把它 集在一起 就沒辦法解了 就亂了對不對 那如果你把它拆解 再拆解 再拆解 拆解完之後 再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就會是 看似很複雜啦 不過都是有階段性的 那我的習慣是 你們發的問題 你不要最後那個 很亂的結果給我 我沒辦法幫你解 你就是切一段 來問我 那我就很快告訴你 再切一段 然後我就告訴你 這樣很方便 你也慢慢習慣這種方法 你做事情的時候 也很容易就可以把問題解決了 因為再複雜的事情 總是可以切割吧 再複雜的事情 再切割 所以很多事情 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都會覺得無法理解 無法解決 沒有事情是沒辦法解決的 你就是切割 再切割 切到細一點嘛 切到你可以解決為止 然後就把事情 可以很快可以解出來 所以這邊的話呢 再來怎麼樣 插入一個 這邊有一個邏輯 然後再IF 所以你就把剛剛的東西 怎樣 剪下來之後再貼回去 然後等於什麼呢 等於 特別之外你不能打一個E喔 這個E 它永遠都不會去處了 為什麼 因為它不會是這個E 而會是這個E 這個我想很重要 因為很多同學沒這個觀念 那問題來了 欸 可是喔 你想說 就有個考試 它就會故意考你什麼 可是呢 我不要 我一定要給你判斷這個E 那怎麼辦呢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想到 有沒有一個函數 它可以幫我們把文字 轉換成數字 有沒有 文字轉數字 欸 有沒有這個 有用過嗎 有同學知道嗎 好像有同學講出了 那 有一個函數啦 它可以幫我把那個 就是文字轉數字 那就可以Match了 OK 這個好像在一些考試裡面都會考到 像這個也是會考到 真的很喜歡考這種東西 為什麼 因為很多同學 觀念不清楚就是文字跟數字搞不清楚 那搞不清楚的結果就是說 你最後做任何事情 就是會差那麼一點點 其他都對了 但是這個數字跟文字搞錯了 那結果會是對的嘛 當然結果就錯了 OK 所以呢這個地方的話記得 加上這個 那但是如果說我們要把它改成 這個前面轉換成數字再來比 這個前面轉換成數字再來比 可不可以啦 不過這等一下再來講 如果為數的話 那就是難 可不可以看 那些什麼事 那就是 感谢您的观看